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SS3 今天的主题 大家请看 文件的准备 对 咱们要学CSS3 咱们不能说是上来就帮就学 跟Python似的 什么都没有 不行 咱们需要准备一个基础文件 基于这个文件 咱们再学习各种各样CSS的样式 对不对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为学习CSS 咱们要首先准备一个 HTML的网页文件 咱往下看 我就给您准备了 这么一个网页文件 咱们看一下 内容不多 代码不长 但是呢 麻雀虽小是五脏俱全 咱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行 这个标识 这是一个HTML5的文档 第二行 这标识 这是一个HTML文档 咱们看一下 这是HTML tag标记 对吧 这标记里面有一个Lang属性 什么的Lang属性 Language 语言属性 让我给它的属性内容是 大家看看这么一大长串 代表什么意思 简体中文 说明这是一个简体中文的HTML网页 这么一句话代表 好 接下来 黑打部分 这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网页的头部信息 来标示这个网页的综合内容 比如说为这个SU优化等等 比如说样式单 综合脚本都放到这个地方 并不牵扯到任何的网页的内容 网页的内容 在下面这个body里面 body里面 这个放网页的内容 最后是一个结束的HTML 这没有什么太说了 主要咱们看一下这heater heater的第一行什么意思 Meta信息 什么意思 来标示我这个网页是一个UTF8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汉字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要用UTF8的编码 OK 第二行title 这个学过HTML朋友都知道这是什么 这个是网页的标题 干什么用的 显示在浏览器的顶端 一般浏览器都会把网页的title标题 显示在浏览器的顶端 对不对 这个地方要写title 非常的重要 对于SU来说 也是很重要 OK 接下来 style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说 本网页所用到的所有的样式单 都会写到这个style里面 当然了 这个样式单方式有两种 第一是写到本网页当中 那这个网页就显得很臃肿 很肥大 对不对 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 也是今后咱们 这个应用的主要方式 就是说 把这个CSI样式单 写到另外的CSI的文件中去 然后呢 在网页中把它引用进来 这个今后呢 我会给您讲到 好 接下来呢 我的body是主要的网页内容部分 一个是H1 这是网页的主标题 一个是P 网页的自然段 今后咱们就是基于这个网页呢 咱们来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渲染 让您看到这个非常美丽的结果 美妙的结果 好 咱们先把这个文件 我看 咱们先运行一下 我把它建成一个HTM文件 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个文件 在没有样式单的前提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显示的方式 是一个什么样子 稍等 我这 得用中文 OK 得用英文 然后把这个网页内容拷贝过来 好 咱们运行一下 老规矩 以前咱们听过我其他客户的朋友都知道 我这会用到一个web server的这个Chrome插件 让我本地能有一个这个web服务器 非常非常好用 推荐给您 好 咱们试试 点击 大家请看 这是我的这个主文件夹 咱们今天是第二课 我刚刚在这地方建了一个HTML 咱们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这就是刚才我建的这个HTML的内容 这个内容 咱们看 看网页的标题部分 CSS入门与理解小码技术 就这个吧 title吧 一样吧 OK 然后这是一个he的标题 CSS3下面是一个自然段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我的这个页面的source 大家请看 这个source 是不是就是这个source 对 以后咱们就是基于这个source 一点一点的去渲染整个的网页 CSS3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漫长过程 因为有很多多牛毛的这个属性样式 不过我这一套课程不准备给您 讲解所有的这个样式 我准备把这个CSS里面的设计思路 讲解给您 然后具体的这些个多牛毛的这些个属性 您看它的字典 看它的参照网站就可以了 OK 以上呢 是我CSS3的课程的第二期 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心中路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成为优酷优旧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OK 那第二期就这样了 咱们第三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